在大多数情况下,如果满足以下两种情况,纳税人应按季度估计缴纳2021年的税款。 第一种情况是扣除预扣税和税收抵免后,个人预计在2021年至少欠税1000美元。 此外,如果预计预扣税和税收抵免低于以下两者中的较小者,包括2021年纳税申请表上显示税款的90%或2020年纳税申请表上显示税款的100%,也需要按季度缴纳税款。 民众需要注意的是,纳税人的收入如果未被扣除预扣税,包括利息、股息、资本收益、赡养费、加密货币和租金收入,通常会需要缴纳估计税款。 而特殊规则适用于某些纳税人群体,例如农民、渔民、伤亡和灾难受害者、最近残疾的人、最近退休的人以及当年收入不均的人。 此外,国税具提醒民众,如果纳税人少缴税款,可能需要支付罚款。 无论是通过预扣税还是通过估计税款支付,缺额支付都会被罚款。 即使有人在提交纳税申请表时应获得退款,也可能会因延迟报预估税而被罚款。 东森信物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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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